我说他瞄这么半天想什么呢 他是想打进 他是一个连攻带手 这个球的我们说进球难度非常大 好 看这个黑球 打进就可以继续进攻了 好球 不管怎样 先进了再说吧 这个红球这样一撞的话 球队的形状又不好看了 因为他只能靠推 因为这颗主球的角度已经很小很小了 漂亮 好球 这几杆下来天不飞出杆速度明显加快了 好像感觉有了 问题不大 球队的右下方有一颗 20 他这个球也很危险 如果真的主球撞了这个右边的最外面 没有 又出现问题了 好的 其实像中国小球中心 像我们的直接领导他一些他上面 对这年轻学生就对我们中国年轻学生培养确实是花很大的力气 你看这次的外围 等进来了 不错 前面飞开始 主球慢慢慢慢的 主球听话了 慢慢的就是我们能到位了 到位以后连高分高分值就可以可以马上就出来了 好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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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球下方这个红球 应该有进球 推下 退下 黑球自然到位 嗯 嗯 嗯 好的 去吃 粉球过渡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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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晚上的比赛的运动员状态会更好一点 好像下午打打球我也我也有深深体会下午打球我也不知道怎么怎么感觉怎么感觉怎么觉得好像 有点提不起精神的感觉 昏昏也睡 的 在这里看人呃 嗯 有很多研究报告显示呢就是很多外向性的人 在下午三点钟开始 他的这个 整个的身体状态 精神状态和创作状态 达到一个峰值 最高次了 对 因为有些SLOC選手 他们练球都是从下午到晚上 所以说他们的最高次 就是说性分点最高次 差不多都是在晚饭以后 慢慢的能达到十点钟左右 真的是状态最好的 其实运动员练球 排名靠前的运动员都知道 他们的比赛多 大多数是安排在晚上的比赛 所以说他们训练的 相对应的时间差 也会调整在晚上 那这个其实对于欧洲选手 英格兰的选手比较好 有失差了 这白天的时候 他们在那边在练球 太阳应该天本飞应该超分了 对手应该有机会还可以打 四十七 四十三 对手应该有机会 还要继续 还要继续 三十五分了 不错 这个第三局很关键 大会一局 其实在中国 我们所说的在本土 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